今天是6月16日 星期三 已到6月中 但市仍然是先高後低的形態 這兩天市略為反覆 事源A股由上星期五開始 已連跌三天 而且跌幅較明顯 6月份暫時由2號高位29,490 跌至去 昨天的低位28,453 但技術上1037點的波幅 不算是特別多 可能在未來一兩天 會有更低的指數 比我們見得到 絕對不出奇 以現在這一刻 大概3點早 跟大家做一個分析的時間 指數今日最低見過28,455點 形態上偏遠 因為恆指走在12、15、12至100天線下 但我也想指出 100天線大概在29,026點 50天線大概在28,741 其實距離只有200多點 即是以現在的指數在28,4好 28,5 只要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抽升 或者反彈 已經可以回到這幾種平均移動線之間 但我想指出一點 就是就算市有少少後抽 也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 因為成交金額真的相對比較薄弱 就算了 再次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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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到